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车门打开给吹毛 小花花的毛太多了 给他前车吹一下 今天我就会在这片草原上渡过 你们城市里的狗可没这么开心吗 花就是这样锻炼身体的 很开心 外面虽然很漂亮 但是很冷 我还是回到车里吧 这样就可以观察小花花 玻璃太脏了 啥也看不见 花花跑去和牛玩去了 她跑去和牛玩去了 哎呦我怎么看不见她了 花呀 在那你们能看见吗 你们能听到吗 外面的松 呼呼的 泡一锅咖啡喝 咖啡 我不行了 卡顺鲁 这里漏风 你把它刮上了就不响了 刮到第二档 房车的窗户有两个档 第一档是透气的 第二档是密封的 刮上呜呜的声音就没有 我买了一包花子散撑了 小日子过得还可以啊 一会再泡湖咖啡 再叫小花子 吃饭了 快 花 花 小花 吃饭了 快 吃饭了 快点快点 吃饭了 快点 快点 吃饭了 看到密封之后 屋里就熟 今天太阳光特别好 然后电充的也很快 门满了 充满了 充满了 现在充得特别快 13.8伏了都已经 小花花三下午 除二就把午餐给吃完了 然后又又跑了 别跑太远 别跑太远 就跑夫人的路了 别跑太远 就跑夫人的路了 他开心 他开心我也开心 在这里时间过得很快 就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 根本就不用想太多问题 没有烦恼的事情 就是手机信号不太好 一般我传一个视频 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喝点茶 喝点咖啡 吃个瓜子什么的 挖回来了 水开了 可以研究一下咖啡 咖啡喝了 爆满 太苦了 虽然咖啡很苦 但是很提神 这两天喝的感觉还不错 但是快没有了 好像最后一包 明天还可以喝一袋 玻璃得擦一擦 这两天老下雨 没有办法 尝一下子咖啡的味道 今天喝还可以 喝着咖啡就着挂子 喝着咖啡 我就不喜欢水菊了 把他不要了是吧 好像洗白维了 不要去玩水啊 冷不冷啊你啊 本来想给他穿件衣服的 但是看了一下 他有两层毛 他应该是不冷的 刚好 我有一件小老虎的衣服 是花花的 马扎收了 一会儿让风给刮好了 这是我工作的时候 做的小马扎 这张桌子没有什么不好的 反而觉得它很方便 一个人用一下也挺好的 这两天在操宝网上 看了一个更好的桌子 但是没有必要 我够用了 这样一个上午喝着咖啡坐在草原上 感觉很好啊 看一下冰箱里的食物还是一些什么 还有碗豌豆 饼银 豆 水果和一碗腊肉 蔬菜我都是放在外面的 这也是笔子 这些食物可以让我支应个十天半个月 还有打鸡蛋 上面都是冻起来的豌豆玉米粒水饺 十天半个月不用买东西了 刚刚还在夸天气好 又下雨了 草原上一下雨很吓人 那乌云 收口摘星辰吧 就是云层很低 看这风多大呀 撤吧撤吧 找一个避风的港湾 就是不安全一会打雷了就 不安全 撤退撤退撤退 又下大了 又下大了 其实雨在前面下 真的一眼就看见那乌云了 雨在前面下 行啊 还得往前走啊 到个避风的港湾去 放羊的要回家了 下大了 小黄花看到他又在警觉的叫了两声 我没有压在操场上 不然人家就说了 这有一条车折印 继续出发 今天晚上到奥尔山 驻车 奥尔山是个美丽的地方 希望那边也不下雨 查看 陆祥 选择 感谢观看